好,那么你会使用之后呢,下面我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你比如说我这个草莓里面吧,草莓呢,我们想根据这个关键词进行搜索,对吧,我们说我们建立索引的时候,我们指定了要根据这个名称,简介,还有这个商品的详情,是不是建立这个索引,对吧,那么商品的详情里面呢,你看到啊,关于这个草莓,它有一个词语叫做很不错的草莓这句话,对吧,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去搜索这个不错啊,我要搜索这个不错, 然后你在这边你点击搜索,哎,你看到有没有这个结果,对吧,它没有这个结果啊,你如果是没有这个结果的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呢,帮助你呢,去分析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它没有把这个不错呢,给你分解成一个词语啊,它没有把这个不错给你分解成一个关键词,所以呢,你是搜索啊,不到的啊,你搜索不到的,哎,那么这个呢,哎,其实呢,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草莓, 那这个详情,你这个不错是不是应该分成一个词语,对吧,它没有给你分解出来,那什么意思啊,就是默认,护士里面的引擎,它在进行这个关键词分析的时候啊,现在它是使用默认的那个引擎,它默认的啊,那个引擎,在分解词语的时候,有些中文,它支持的不好啊,它分析不出来,那么,怎么做啊, 我们在这里面就需要给大家讲下面的,我们要更改掉,护士引擎里面的词语分析的类啊,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做,中文的分词包,那么叫做,结巴分词啊,这是一个中文分词的包,它进行中文分词的时候,哎,它就比我们,护士默认的分词,对中文处理要好啊, 那么这个怎么用啊,首先第一步,安装,安装的话,那么,pipe install,结巴,直接把它安装一下啊,那么其实呢,就在这里面直接,在你的虚拟环境里面做一个安装啊,直接呢,就是clear,pipe install,然后呢,写上一个,结巴,然后这里面就装完了,你装完之后,我们说这个结巴分词有什么用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啊,直接是我进入python环境给大家说一下啊,你导入这个包,直接import我们的, 结巴,然后结巴里面呢,哎,它呢就可以了,对一段话进行分词处理啊,比如我有一段话,使他,使他谁呢,我就还是呢,把我们这个内容拿过来的吧,很不错的一个,草莓,把这句话拿过来啊,你在这里面,你直接呢,哎,把它做一个, 展贴,啊,那么,然后啊,好,回上,这是一句话对吧,我要这对这一句话进行分词处理怎么做啊,结巴里面有一个函数啊,结巴这个包里面有个函数叫做,cut啊,叫做cut啊,叫做cut, 这cut按数呢,就是分词处理的一个函数啊,我要对神经分词呢,我要对他,然后呢,写上一个 asit,好,里面再给一个参数啊,这参数呢,叫做cut啊,就是只要能分析出来的词语,你都给我分析出来啊,叫做cut啊,给他指定一个 sure啊,然后,接下这个值 is啊,好,你回车,那么看一下这个is啊,is,哎,它是一个什么 生成器,对吧,你变定这个生成器,你就可以呢,拿到他给你 他给你分词的这个结果啊,直接呢,是for value in我们的is,然后呢,直接是print啊,写上一个 value啊,看一下啊,没事 那么在这里面,看到没有 好,对吧,哎,不错,哎,得,草莓啊,这就是他给你分解出来的四个啊,这就是结巴分词的一个包,他做的作用啊,那么 哎,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下面能不能给他退出终端啊,给大家说一下怎么用啊,怎么去更改护士的默认词语分析类啊,怎么做 首先,那么第一步,找到你虚拟环境下面的highstack这个bakes目录啊,还是找他,那么这一步的话,其实呢,就还是去到我们的这个里面去啊,cd 然后呢,回到家目录,cd.virtuals 好,cd进入我们的delefresh,然后cdlib 哎,进入这个python,cd我们的python3.5,进入你的这个包里面,叫做site packages啊,site packages,好,清一下评,ls 在这里面找到我们的这个highstack,就他 cd进入这个highstack,然后进入这个bakes目录 刚刚呢,我们给大家看到过,对吧,cdbakes目录 好,然后呢,进入这个目录之后,原始呢,他只有这些文件 下面呢,我需要呢,在这个目录下方新建一个文件啊,叫做chines analyze啊,analyze.pr文件 然后建这个一个文件有什么内容呢,我要往它里面加入一些内容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在这边有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把这个内容把它放到你的文件里面啊,把它放到你的文件里面啊 好,放一下,然后呢,在这里面注意把它粘过来 粘过来,好,粘过来之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文件是干嘛的啊 首先,你看呢,在我们这个里面呢,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关键的点啊 首先,在最上面,你看一下是不是导入了结巴分子这个包 对吧,然后呢,在这里面定义了一个类,对吧 定一个类,这个类里面我定义了这个靠方法,说明这个对象是不是可调用的 对吧,然后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 结巴点卡的啊,这里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函数是不是对这个一个句子呢,进行分词处理 对吧,这个类的作用呢,就是对一个句子啊,就进行一个分词的处理 好,这个类的作用啊,然后呢,再往下 看一下,定义完这个类之后呢,最终我们又定义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干嘛呢,是不是返回了一个上面这个类的对象 对吧,那么这个文件作用啊,你把这个文件,这个文件主要作用就是使用结巴分词 进行一个分词的处理,好,把它定义完之后啊,你把这个文件件件好之后 下面呢,我们要更改,whose bacon的里面的这个词语的分析类 但是呢,你不要去改它的这个原文件啊,拷贝分词来改啊 cp,whose bacon啊,拷贝一个文件,拷贝谁呢 拷贝的文件,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whose下滑线 bacon的.py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拷贝的版本,对吧 拷贝版本啊,我要去改一下这个拷贝版本里面的这个词语的分析类啊 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打开它,vi,whose,cn,bacon啊 好,打开它之后,干嘛呢 在这里面,我们先去导入我们刚刚的chines啊 先去导入我们刚刚的chines啊那里面的这个方法,把它导入过来 直接呢,就是相当于from我们的当前目录下的这个chines啊那的啊 然后导入它里面这个函数,就是导入我们的chines啊 啊那的这个函数啊,导入这个函数之后啊 下面呢,用这个函数去替换它默认的词语分析类啊 那么这个在哪呢,其实呢,去搜索一下这个东西啊 在你这个文件里面搜索一个地方 那么它的默认词语分析类在哪呢,就叫做它啊 就叫它啊,直接s,te,mm啊 然后搜索一下,好,首先你在这边看到这是导入 你不用管它,你关键是要看它实用的地方啊 再往下找到这个啊,这里面就是它实用的地方啊 实用的地方呢,你在这边我们要把它改掉 改成我们的这个写的chines啊 这里面呢,就叫更改我们的这个词语分析类 好,更改完之后对吧,下面我就可以保存了啊 直接去保存,好,你保存完之后 我们现在这个文件里面,它进行分词的时候 是不是就使用了几八分词 对吧,然后呢,你现在啊 你要让将,你要让全键头框架呢 能够使用它,那么所以呢 你要回过头来去更改你的配置文件啊 那配置文件里,这里面是不是还是点这个护士bacon的 原有的文件,对吧 我要让它使用我改之后这文件 就应该在这边呢,改成一个 哎,杠CN啊 所以在这边,我就要把它 我把它复制一份啊,上面那一个 我给你保留一下啊,在这边 写完之后,在这边写成一个CN Bacon啊,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文件 对吧,就它里面的这个护士文件啊 它就用了我们的几八分词这个包啊 当你把它改完之后 下面最后一步重新生成 锁引文件啊 重新生成锁引文件 在这边,还是回到我们的项目下方啊 CD,CD我们的这个desktop下面的 DJ,然后呢,BJ18啊 BJ18,DFresh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然后在这里面使用命令 重新建立锁引,就是Python Manager,Py叫做rebuild啊 index,好,写上一个 OK,那么这里面 highstack,BJ18,或是Bacon啊 我看一下这个名字,我是 哎,我的名字是 我不叫这个名字吗 我看一下这个 DFresh下面的Lib 然后呢,Python3.5 里面的这个SitePaxes 里面的这个 highstack里面有个Bacon 对吧 好,ls看一下 这个叫什么 啊,少一个对吧 我改一下这个名字啊 movewho是CNBacon的 然后呢,叫做who是CNBACK END,对吧 我把它改成它啊 好,改成它 然后呢,我们回过去啊 回过去,我们就可以了啊 CD进入我的desktop下面的DJ 然后呢,BJ18 DFresh啊 回到这里面,我们重新生成一下啊 Python ManagerPUI叫做rebuild index啊 好,确定 OK 这一次的话,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到这里面就使用的是我们的J8 分词啊 当我把它分词做完之后 下面呢,我直接PythonManagerPUI run server 然后启动 启动完之后呢,我再去搜索这个东西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我去搜索这个 我还搜索这个 不错 然后在这里面,我点击搜索啊 OK 是不是有两个地方,对吧 对吧 这说明它这个词语分析 是不是把这关键词给你分出来了 对吧 这里面就我们最后给大家说的这个 改变分词的方式啊 使用我们中文的一个分词包 叫做结巴分词 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就分为这么几步啊 先安装 再去进入这个目录 在目录下方呢,新建一个文件 把这一段代码呢,给它拿过来 这段代码呢,我们说最关键的地方就在它 就使用结巴分词呢,帮你呢,进行一个 翻词处理 然后呢,做完之后 拷贝一下它原有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拷贝的名字呢,我们叫它 然后呢,改一下我们拷贝的这个文件 在里面呢,把它的词语分析列呢 给它做一个 替换 替换完之后,最后回过头来 再去修改你的 配置文件,不要使用原有的 对吧,最后呢,重新建立这个 所以,这一次你在建立所影的时候 内部的分词的时候,就使用这个 结巴分词啊 这样的话,你在搜索的时候,有些东西呢 你就可以呢,搜索出来啊 搜索出来 OK,这是我们 上面搜索的最后一个改变分词方式 谢谢大家